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的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我們現在開始今次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開箱片 開的鈴鐺,眼前這個啦 Tomica Shinkaman Rider Cyclongo 這個就是新蒙面超人的旋風號 左邊就是第一號的Version 而這邊就是第二號的Version 到底是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問題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樣是有的 因為本身馬高斯,我是沒看那套電影 而且情報,又或者玩具那些 其實我全部都沒看 所以我都不知道到底有什麼分別 但就這樣看包裝盒,我都已經發現到少少東西 好了,現在就簡單說給大家聽 包裝盒有什麼不同之餘 就是告訴大家到底有什麼分別 首先先看左邊這個 好,先看看吧 這個包裝盒前面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第一號很有型的左,看著這邊的方向 這個動作在概念海報上畫出來的 這個就是皮套做出來的動作 然後這邊就是Saikulongo 這個旋風號是坐騎兼賣盟的女主角擔當 據我所知 但為什麼呢?就真的要看了才知道 而且今天開箱就是4月20號 而馬高斯我明天就會飛去福岡 明天飛去福岡做什麼呢?就是晚上去看蒙面超人 到時候就會知道為什麼是這個賣民的女主角 好了,吹水吹到這裡繼續說說 這裡是TOMICA的Logo 平時TOMICA的車子大概是這麼小的 它這個比較大 說真的,這個尺寸的TOMICA 馬高斯這次我也是第一次買的 也是因為有蒙面超人的車才買的 就是這樣,前面就是這樣 上面你就會看到這樣的樣子 這裡就有第一號的Logo 這裡就有氣喉給大家看到 這個也是一個顯示 然後這邊就是這樣的盒 這樣啦,這樣啦 還有後面是這樣的 後面就沒什麼特別的了 一次過先看看另外的包裝 好了,到這邊了 這個包裝呢,它的車的方向就不同了 然後這邊這個呢 同樣都是這個畫的海報動作的皮套版來的 相對來說呢,它的頸是幼很多了 就是這樣啦 基本上這個盒的設計其實都差不多 純粹這裡有點不同 然後上面就這樣 旁邊就這樣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的 這裡就這樣 其實呢,跟大家說,看包裝盒呢 基本上都大概看到有什麼不同的 大家隱約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手機拍出來 這邊呢,就是第一號 它這個氣喉位呢 隱約看到有一點藍藍的 黑黑的 就不是實在黑色的 反而呢,第二號這邊這個氣管 這個位呢 噴氣管 它呢,全黑色的 可能就是這個的分別了 現在呢,就開出來看看 看完這個比例之後呢 現在就看看它的詳細了 左邊這個呢 就是第一號的旋風號 這邊這個呢 就是第二號的旋風號來的 他們呢 的玩具呢 就除了本體之外呢 還有一個透明的架的座在後面 這樣 那你會見到呢 它沒有了這個座是站不穩的 因為始終它是電單車來的嘛 那好啦,那現在呢 就把第二號的旋風號放在旁邊先 那先看了第一號那一架 那我現在呢 那我先拿起它 那它左邊呢 就是這樣 那你會見到呢 那你會見到呢 透明啦,一點都不外眼的 然後這個凹下去呢 就是讓你讓這個胎中間這個位呢 這樣倒下去 那好啦 那好啦 本體呢就是這樣啦 那我相信呢 大家有平時看在網上的圖啊 或者預告呢 都大概知道是什麼樣的了 那它呢 都差不多上齊了色 那我覺得 那而且呢 TOMICA有個特色呢 就是呢 它是真材實料啦 你拿上去是很重手的 那而且呢 那些輪胎 是真的動到的 那你呢 就可以真的 當車這樣玩都可以的 那而且呢 那些輪胎呢 都做得很漂亮啦 你看到銅色啦 那些零件細位都上色了 這些黑色這些銀色那樣 那我看看車頭先啦 那這次呢 那這次的車頭呢 有點像EVA的頭 那樣的 那就是四個頭燈 那樣啦 那不過呢 太近又對不到招 現在應該對到的 那這裏呢 你會看到這個蒙面超人的Logo 那之後呢 這樣就更加看到 那輪胎是輪胎的 那剛才看完這邊啦 那就看這邊了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基本上這裏都是有Logo啦 紅色位啦 然後白色的樣子 那邊的 那頂頂就是這樣的 那好 這個先放在一邊 那接著呢 那再看第二號那架的旋風號啦 那基本上呢 都是這樣的樣子 那剛才說過啦 那些輪胎可以輪胎到的 也都真的很重手的 那作為一個Display呢 絕對是一個 正的感覺的東西來的 那前面就這樣啦 那旁邊就這樣 那我想它不會衰隔到 連那些收卡拉打那些 那些電單車都出一個 我覺得應該不會的 那現在呢 一次過做一個對比啦 那那 那這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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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前面呢 基本上就一模一樣的 那旁邊來講呢 等我一會兒 啊 因為都幾重手 咦 這樣看 這樣呢 就應該更加看得清楚他們的分別了 那你會見到啦 那前面呢 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有Logo啦 紅色位啦 白色車身的樣子 那樣的 最大分別呢 就是剛才說過的氣候位 就是噴射器的位 那你會見到上面這個呢 它這些位置就不是純正的黑色來的 是帶點類似電藍色還是補藍色的感覺 下面呢就真的是實實在在的黑色來的 這樣啦 然後呢 後面呢 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後面來說 基本上都一樣的啦 是那些顏色不同啦 好啦 到這邊啦 嘩 隻手要屈一屈 等我一會兒 這樣拿的話呢 都是看得很清楚的 這裡這些位置是這樣的啦 就是這樣啦 放在一邊先 其中一架 嘿 那好啦 剛才呢 剛剛拿的時候呢 隱約按到一些東西 那話說呢 它的軚盆位呢 都是動到的 果然是這個TOMICA 真是正到爆炸 那這裡就動到啦 那這裡動到啦 那這裡動之餘呢 車輪都會跟著動的 所以都頗正的 就是你擺在這裡的時候呢 這樣擺在顯示器 那不一定呢 就這樣站在這裡這麼悶的 這樣擺在這邊 這樣擺都可以的 不過啦 它這次呢 就沒有特地說出那些 只有一隻顏色 實色的人仔 給你擺上去啦 那不知遲些會不會出呢 還是TOMICA 應該沒有出這些人仔 這些我就不太清楚了 因為我都很久沒買過TOMICA 那如果大家有買開TOMICA的師兄 可以告訴我 那當然我自己作為一個拉打迷呢 我都頗想它出一隻蒙面超人 哪怕是沒有上色 我都沒有所謂 至少有個人擺在這裡 那就是這樣啦 好啦 那最後就是個小總結了 先說一點點優點 我覺得它都頗重手 而且那些輪子又可以滑到 而且它的上色零件位 全部都上得很仔細 果然不缺為TOMICA 所以我自己都頗喜歡 而且它的鈕盤又動到 那一刻才正的 而且我入手是多少錢呢 $79 我自己覺得都頗便的 兩架合起來才是大約$160 左右 作為收藏來說是頗不錯的 而且它小小的都不會壓你很多位 這個是優點也是缺點來的 這麼大的包裝盒 這麼小的車仔 即而戳是一些那個的 可以再大一點 而且如果再貴一點 可以再大一點 我都OK的 就是這樣 至於哪裏入手呢 我見街上的玩具站有 之後我猜反斗城都有 然後呢 超人玩具 旺角的超人玩具 我都看到有 然後可能平時五月那些 都可能陸續都會有 我都聽怪獸王玩具都會翻貨的 如果大家到時都可以光顧它去買 就是這樣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裏 現在這個頻道就有超感謝功能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五元或十元 大家的支持絕對製造動力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裏 再次回到這裏